捕捉到了这个信息 长蓝虎长 黄雀在后啊 而且ALL现在要把RNG给全部吃掉了 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W1现在还生存着 但是XF现在完全不需要着急 因为南部自然会有队伍帮他清理 对面的队伍 而且你看LIN一直在卡JBOX 他这个点已经没有办法去管山上的人了 感觉LIN就是AJBOX的一个噩梦 漂亮这一波会冲啊 先来一颗手雷 对方已经倒两了 这不要看LIN敢不敢 他队友不在旁边 能不能再补一个雷 再补一个雷的话HBOX就没了 刚才我的话没有说完 对 但是散兵击倒了小奥 小奥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扶 是的 OBSK我们看到AL又主动选择进攻 天天这边六叔的一个掩体 不断地进行蹲射 但是自己没有子弹了 缩了回来 所以身边的人打倒 宇晨在原点的架强非常稳健 他近点遇到还活着 现在遇到跟阿泽之间的一个对决了 现在只要防住原点 这个手雷有个手雷就排起来了 是 但是现在Biskin没有时间拉队 因为圈形马上就要刷新 对 宇晨的规则非常危险 能不能打掉 挺好的 这个宇晨一倒就会很难受 静点的话选择强行拉吗 这个时候强行拉 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好选择呀 但是还有五秒钟 他拉起来的话 可能得直接往前走 对 这波遇到真的是立功了 哎呦 哎呦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这时候强行拉 又不是一个好选择 来看一下WE跟伞兵 这个车藏不住啊 清晨这边先击倒了我们的伞兵 但是库库还在 没有着急拉 WE清晨这个位置很难受 清晨看会不会把这个分给掉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了 对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 已经是操作的很极限了 对 你不能再要求他了 清晨没有选择给分 那这边就知道了 很清楚 我的一个测试位已经清 这边地形优势实在太明显 可是宇晨想要拉高点 但是原点的令 直接打掉旅程 我就知道你想从高点找突破口 那这个地方我架得非常死 那这样的话你正面 你没有太多机会 他这波是忽略了XQF XQF居然拉过来了 XQF这边太大胆了 知道你们两个队的一个位置 你看他们现在四个人的站位 这四个人的站位 已经把另外两支队伍包围了 他想要拿更多的击杀分 这边他不想把这分数给ALL 平台上是可以 有一个很大的舞台进行表演 我觉得现在最难受的是AJBOX 他们被夹在这个小坑里面 令啊也过马路了 直接过来西岩 只让西岩最后一个过来 是被夹掉 最后回忆令啊打掉以后直接回头 但是对方的枪法也很刚 闪平在后面加强之后 直接击倒回忆 最后一个阿泽 我们看到KKF这边还剩下三人的鞭子 这边阿泽还是想要往高点拉 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让我们勾起XQF 拿到了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蛋糕 对